一元减书培示范用这款宣称具有优优卡功能的智慧指环 不管是刷卡或是查询都没有任何反应 一元减书培成贤卫收到民众诚情 有诈骗集团到用优优卡公司商标成立脸书粉砖 贩售结合优优卡功能的智慧指环 购买后收到商品发现没有任何功能才经绝受骗 这个是民众给我的诚情啊 他就跟我说他就给我一个网址之后他跟我说 这是诈骗集团他盗用了优优卡公司的商标 还用了一个跟优优卡公司很像的网址 连网址他去申请的网址都跟优优卡公司很像 结果他买的这个商品是一个戒指 他一次买了五个都没效 他上去上面留言也无法留言 所以他告诉我说要求议员应该要赶快出来提醒这件事情 而且要要求优优卡公司做出相关的处理 我们来看一下优优卡公司跟这个被盗用的粉砖 他的logo像不像啊 右手边这个是诈骗集团用的logo 左手边这是我们优优卡公司的官方商标 是不是很像 几乎完全一模一样 然后他在他的粉砖上面啊 还诈称自己啊 是唯一正版的通路 还说有一间公司叫做优优卡股份有限公司 这件事都诈骗啊 他在他的粉砖上面 还指出另外一间公司是诈骗 用这样子的方式来争取消费者对他的认同 认为他是正版的官方管道的商品 然后他不只盗用我们的商标 他还盗用我们什么 盗用我们所有的发文 所有优优卡公司自己在官方网站的发文 这个诈骗集团也会在这个优优卡有限公司 做一模一样的发文 检书培议员调查后发现 去年11月也有网站盗用优卡公司名义 贩售指环 优卡公司向警局报案提告后 隔天又出现新的诈骗粉砖 还贩卖相同的指环 让议员认为优卡公司态度消极 你的商标被盗用 你为什么这么的消极作为 那你除了报案之外 除了检举 一个人检举之外 你有没有发动多少人检举 或者是说你在新闻稿上面 也可以要求所有的消费者跟你一起检举啊 我们到底有没有做这一件事情 看来是没有 所以才让这个诈骗集团继续这个嚣张行骗 那优优卡公司本身就有非常多特别的商品 所以第一时间 今天这个指环 为什么可以骗得到消费者 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可能可以成真的商品 好那因为这个我们优卡公司不够积极在第一线来阻止诈骗集团继续的来行销它这个伪造的商品 所以有可能会导致消费者继续的受骗 所以呢我相信优卡公司一定会收到这个消费者向他反映他被诈骗的这个事实 他们必须要有积极的作为 对此优卡公司表示报案后警方回复境外网站没办法找到访冒者 建议优卡公司和脸书检举假网站 就是我们陆续只要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一个ES的广告 我们就一直在跟FB做一个检举 那可是我们发现跟FB的那个检举的话其实效果不大 陆续都还是有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商品的一个仿冒 我们的商标在贩卖家的一个商品 那我们就试图去买了一个这个商品 我们回来看那确实它是一个仿冒 而且它是没有优卡的功能 那我们就在12月19号拿了这个物证 去跟南港分局来做了一个报案 然后那个南港分局也做了一个受理 那同时我们又再一次的跟我们的那个 然后在我们的官网跟我们的粉丝专业再去再一次的提醒 民众不要再受骗来去购买这样的一个商品 所以在整个FB的这个这一页式的广告 其实现在不只是悠悠卡 是非常多的一个通路都有受害 而且他们的那个手法就是刚才议员有讲 他可能是盗用一些正版的一些文件或者甚至影片一直在播放 让你非常觉得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网站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透过媒体或者这次记者会 可以再一次提醒那个民众可以来证实这样的一个问题 消保官则提醒消费者在取货后发现被诈骗 可以和超商物流反应透过客服线上申诉平台 取回一副款项 其实消费者都是在取到这个商品之后 才会发现是一个诈骗的商品 那消费者其实可以跟 可以透过这个超商或者是物流面来反应 也就是说在哪里取货那消费者可以跟这个取货的点来反应 那台北市已经有跟四大超商 这边来达成一个共识 那如果是透过这个超商来取货付款的话 都可以跟超商这边的客服 或者是线上的一个申诉平台来反应之后 透过超商可以取回这个已付的货款 那如果是针对这个货运业者的话 那就是直接跟货运业者来反应 诈骗手法不断推陈初心 民众除了小心求证 最好避免从一夜市网站购物 才能免于落入诈骗陷阱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